通常跟一般的冷凍或熱能消滅不正常細胞有些不同 因為它並非透過溫差 主要透過高壓的電流 只是針對心臟細胞 所以主要是它可以防止剛才所提及的嚴重負狀 包括食道、神經線、血管的細胞 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你好,我是心臟專科醫生馮永康 其實心房戰鬥是最常見的心律問題 心律不正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 心房戰鬥是最常見的 亦都影響是最大的 主要問題有兩方面 第一,它會容易產生中風 因為血塊會形成 在心臟上大腦之後形成中風出現 第二部分,病人容易出現心臟衰竭 大家知道心臟衰竭的死亡率是相當高的 通常這兩個最嚴重的凝發症 其實最常見的都是年紀大的病人 譬如說超過70歲以上的病人 每大概10個人都會出現心房戰鬥這個毛病 另一類型就是本身有血壓高的病人 還有一些甲狀腺、荷爾蒙的問題 還有心反目病的人都容易出現心房戰鬥這個病 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部分就是剛才提及過關於中風的問題 我們需要處方一些薄血的藥物去防止中風出現 但薄血藥顧名思義容易產生流血的問題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如何控制心率 讓它不要出現心房戰鬥 會處方抗心率藥物 抗心率藥物主要就是防止它跳亂 但主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它的有效性是一般的 例如大部分病人是五、六成左右會控制到 第二個問題就是它的副作用 因為有些藥物的副作用是很嚴重的 例如影響到眼睛、甲狀腺、肺部和肝臟的功能 所以說當這些藥物出現了問題之後 或者它變得無效的時候 醫生就會建議做一些導管的消融術 來治療心房戰鬥 傳統的療法其實主要是針對一些 不正常的心臟細胞引致心房戰鬥 這些不正常的細胞通常都是在左心房和肺症物的交界的地方 傳統來說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熱能,就叫射瓶消融術 另一種叫冷凍的消融術 針對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樣的 透過這些治療就將細胞消滅了之後 就會令心律控制比較穩定一些 但傳統的方法有它的局限性 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就是併發症方面 因為你用溫差的方式 無論是否心臟細胞也好 或其他周邊的細胞也好 都會受到影響 最嚴重來說會引致一個扭管形成 就是心房穿了到食道那裡 形成一個致命的批發症出現 另外一些風險就包括 影響了神經線和你的血管收窄 這些是溫差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就是 每一次它們發放的能量時間都比較長 例如說冷凍的方式就用四分鐘一下 而熱能的方式一般每一下都要一分鐘 另外一個手術過程一般是比較漫長 一般的手術時間到大約兩至三個小時才完成到 對於年紀大的病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負擔 這條是墨沖腸消融術的喉管 喉管的好處是因應不同大小的肺靜脈 我們就會將它的形狀改變 達至我們最理想的消融效果 墨沖腸其實跟一般的冷凍或熱能 消滅不正常的細胞有些不同 因為它並非透過溫差 主要透過高壓的電流 只是針對心臟的細胞 所以主要是它可以防止剛才所提及的嚴重副狀 包括食道、神經線、血管的細胞 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所以安全性已經增加了很多 另一方面就是每次發放能量的時間是很短的 每一次只需要兩秒鐘 整個手術過程差不多縮短了五十分 大概一個多小時就會完成整個手術 對於年紀大或心臟情況不穩定的病人來說 這是比較可取的方法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這是一個國際的趨勢 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我們做消融術的時候 喉管已經放在左心房裡面 而進入封倒術也在同一個地方進行 所以會節省很多時間 而且安全性也是相當高的這個方法 其實我們治療這些病人來說 主要是希望除了減少他們的併發症出現之外 其實是想盡量去回一個正常的生活 特別是生活質素方面 希望病人可以繼續做運動 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